字幕提供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水水裡千千 今天呢 站在這個廚房的前面就知道 我們今天又要來下廚了 而且呢 今天要來拍一個 我很久沒有拍的系列 那就是把食物巨大化 究竟要把什麼東西巨大化呢 那就是我們的奇異果嗨酒 能不能成功呢 我個人現在也是滿緊張的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沉重的地獄又來了 首先呢 糖要150克 百糕百糕 然後吉利丁要200克 炫… 然後就把它倒進去 好香喔 好 然後就把它放到冷藏裡面 切奇異果 這是要咖成夾耶 所以外型可以不用太重視 我先把它剖吧 我們今天就用挖的方式 這時候又要跟大家問上 是一樣的問題了 軟共一樣奇異果是會連皮一起吃的嗎 因為我本人就是一個會連皮一起吃的人 這就是我們昨天冰了一整碗的我們家的奶酪 好 來喔 怎麼這麼好翻啊 嚇死我了 好可以喔 喔 很香耶 然後我們就把裡面 因為我們今天做的是奇異果的嗨酒 所以我們就塞7顆的奇異果口味在裡面 奇異果怎麼漆呢 因為Lucky7 而且它是奇異果 奇異果 喔 棒 這人怎麼這麼有才華啊 好 那我們先來塞它 好 完美完美 喔 很棒 看起來 看起來 不是誰硬啊 OK吧 廠商看到這一幕不知道會不會覺得目不重要 廠商 好 6 我們7顆很快就要塞完了 你看我們多棒 OK 好 這樣子 OK了之後呢 它底部有點成型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給放下去 我現在手是乾淨的 你知道為什麼不要用倒的嗎 因為會太重 這怎麼下去啊 見鬼了 都不為所動耶 有了… 等一下…我覺得它會斷掉喔 大家不要緊張喔 我快幫我把真本拿開 把它拿開… 好… 欸 我想回家耶 不對 這次我家 OK OK 好…有了 中間 好…OK… 夠… 很成功… 現在把這個倒進去 你看它的側面多完美 都還沒有切 還沒有塑形 就找到還滿漂亮的 經歷了一天 這個節目 這個節目是 會有提供的支持者 提供的 對喔 被業配了 這個奇異果的香氣 這個酸甜的滋味 裡面還有添加奇鴨子 難道不應該讓它起死回生嗎 我是哈浩 你看得出來嗎 點選資訊欄並參加投票 請一定要投給奇異果 絕對不能輸給哈浩的卡布丁啊 登入發票還有抽獎的活動喔 如果奇異果的口味獲勝了 明年就會有全新的包裝出現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那就是哈浩20週年推出了這個 全新的梅酒口味 它用的是日本河戈山現場的青梅汁 創造出梅酒酸甜般的滋味 讓你有種大人系微醺的感覺耶 經歷了一天 怎麼這麼大聲 有沒有這個側面的感覺 是不是很真實 再下來… Oh my god 這真是一個難度大火焰 給大家看一下大小嗨酒的差別 這是原本嗨酒的尺寸 這是我愛的嗨酒 好愛 要不要 賣活材小麵 要不要買我的嗨酒奇異果口味 完成了 看起來是不是好像真的一樣 而且我這個售價是1200塊 究竟誰會買 不會全世界僅持一個 我們以後還是買現成的嗨酒奇異果口味好了 我都聞起來都是奇異果的味道 然後這個聞起來是都是奇異果的味道 我們來把它打開看一下 我今天做的究竟是怎麼樣吧 然後我們就要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的時候就要站起來了 大家不要緊張 大家不要緊張 沒事的 打開之後呢就是長這樣子 你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料理紙嗎 因為我們要仿它原本的外包裝是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要拆給大家看了 來 緊張 究竟我們今天的海豬 哇 有沒有看起來舒克無敵成功 這樣子 完成了 給大家對比一下這個大小 有沒有… 來 大家要不要買 我在做的時候呢 我不是有奶酪有切一部分下來嗎 所以我昨天其實也有先吃過奶酪的部分了 我們先來看看這樣子整個配起來的味道 究竟是怎麼樣 海豬是軟糖 我們做了一個活動的感覺 我覺得味道是OK的 就是它是奇異果果的動 看來是奶酪 可是吃起來的感覺呢 就是還滿特別的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奶酪 做出來的那個奶味沒有很重耶 你們覺得奶酪要怎麼做 奶味才會比較重一點點啊 我覺得比我想像中好吃耶 而且重點是 上面的這個果凍吃起來 就是奇異果味道超重 我覺得奇異果果凍很好吃 吃到這裡 大家懷念的菜刀仙子就出現了 Who am I 菜刀仙子 小朋友不要玩打我危險 Binger 欸 怎麼辦 但凍的地方我覺得好吃 可是奶酪真的不夠奶耶 完了我沒辦法變成甜點師傅了 我覺得做甜點真的是一門學問耶 大家投一下奇異果耶 奇異果它現在還沒有包裝可憐 十年前的經典品項 十年前大家幾歲 對 你有看過有人用手在吃果凍的嗎 就是看來我的奇異果凍粉加了太多了 你看它 它是Q彈的 出現了 我們的七龍珠 第一顆七出現了 大家還記得我不是有偷偷的塞 還覺得下去嗎 你有看到它嗎 它在這 我們來挖一下它 我們的北斗七星 第一顆星出現了 Yeah 嗨嗨 放在裡面有一點點融化耶 好興奮喔 什麼時候會挖到下一顆 我發現用叉子叉 挖起來看有一點 喔 我又挖到一顆海啤了 這裡 第二顆 我挖到第三顆耶 輪圓 我挖到第三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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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發現後面多的東西嗎 對 它回來了 對 它回來了 我剛剛室友緊急把它拿去塑形 請大家跟我買 1200塊 這可以擋作的 真的超來賓的 好 第四顆 我剛數到我挖到第四次 第五個 六七 第六個出現了耶 我快要可以取願了 大家嗨酒通常都會買什麼口味啊 我以前最常買的其實是葡萄口味 好 第七顆 許願 希望疫情趕快結束 想要去日本 想要去韓國 Keep going 吃掉它 吃 想去哪兒啦 哎唷 試想去哪兒啦 嗯 它溜皮了 我剛剛以為我已經吃到七龍珠耶 結果吃到一半 我發現這裡還有一顆耶 所以我剛剛從頭到尾就數錯 第七顆其實在這兒 那我剛剛已經許願了怎麼辦 假裝沒看到 是一根亮光 記憶消除 吃膩的時候呢 讓你快給我吃 我吃吃看 絕對不是因為吃膩喔 你真的吃一口粉 還可以幫我做一下評價 它看起來好像很像原理物 就要如何 為什麼會這麼Q啊 為什麼會這麼Q啊 我看起來了 立起來了 立起來了 我跟一個反手轉 它就 萌萌 萌萌站起來了 屁肌不搖耶 屁肌不搖耶 我們的第七顆來了喔 我希望疫情趕快過去 希望我可以跟Super Junior 也跟雲生界線合作 最後一口 最後一口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10年前曾經出過的口味 奇異果口味 這時候就要再問大家一次 10年前你是幾歲 我本人是8歲 然後我先來吃一下它 有跟大家說 它跟我做起來的味道完全不一樣 這個好吃很多 因為咬起來有奇異果的那個香氣 可是它不會過酸 然後甜度也非常的剛好 而且咬的過程中 因為它裡面有放奇牙籽 然後就是你在咬的時候呢 其實還有它的那個口感在裡面 你看這個 咬起來跟這個看起來 然後跟聞起來 奇異果的味道都很明顯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再跟大家重複一下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趕快上去投票 投給奇異果口味 讓它起訴回聲 千萬不要學我的食譜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子 奇異果仙子 就先下台一舉光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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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